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我们的这个作者的 温迪老师来跟我们聊聊 如果说听众朋友 你对这个做面包 或是做蛋糕 做饼干有兴趣 那你也觉得你做得不错 但是你到底怎么样来自我经营 怎么样能够来利用这个烘焙的一个方式 来自我创业 当然这个就非常重要 就不是只有东西好不好吃 你还要知道很多所谓的成本的计算 以及到底有一些这个妹妹咖咖的地方 到底在哪里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邀请到我们的这个猪球文化的 这本书的作者 Wendy老师为大家来介绍 小资烘焙创业的第一本书 哈喽老师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Wendy Wendy这是你第二本书 那先跟我们听众朋友 先介绍一下你那时候的第一本书好不好 在去年出版的那本 我们那一本书是一个社团的合集 然后我们集结的总共包含我12位老师 那每个都是用大家最拿手 最简单操作的配方 然后交给大家 然后我们那本书所有的版税工艺 全部是捐出来 全部的版税是全部捐出来的 然后是做工艺取向的一本书 所以就12位烘焙老师一起来合作 对 然后每个人把他最拿手的一些 特别的一个手法呈现出来 那在今年出版的第二本书 小资烘焙创业的第一本书 那为什么你会想要写关于这个烘焙创业这方面的一个书 因为现在我们在社团上 有观察到说很多妈妈在家 其实可能就是带带小孩 然后他很喜欢做烘焙 那可能做出一些新的 那可能隔壁邻居或者是他的亲朋好友 想要跟他买 可是第一个他不知道这个价钱要怎么算 怎么算 对包装要怎么包装 那寄送呢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我就是为大家解答 就是想要帮助大家 可以让他大家在家里呢 可以赚点奶粉钱这样子 因为如果你常常做的话 不可能每次都用送的 对不对 偶尔做你可以送给朋友吃没关系 可是如果你常常做 那总不能大家从常来白吃 那当然大家也知道说 这个还是要有一些食材啊 水电成本 所以大家愿意跟你买 那但是当你的朋友愿意跟你买 你怎么开价又很伤脑筋 对不对 因为你总是要有个依据嘛 不能说你高兴卖多少 对 或是卖赔钱这样子 是是是这样没有错 所以这本书其实还讲到 蛮多这个实用的细节 包括水电成本 包括烘焙的每一个材料 都要精算到他的成本多少 对 你才能够抓住你的利润 对而且很多妈妈在家里做的时候 他其实人工的部分 他们是没有算进去的 就是自己的工资 他们没有算进去 只算材料而已 然后就是算出我不要赔钱 结果自己的工时 对他们都没有算进去 就是水电跟工资的部分 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然后包装也是 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现在很多人在出版烘焙的书 教你怎么做 可是教你怎么样利用烘焙来创业 这本书算是还蛮独特的 比较少见 对是 所以这本书是一个还蛮大的挑战 因为就是不容易写 对 或者是说有些人也不太愿意把这个 做生意的makeup讲出来 所以说是有点像是机密的事情 对 好那我们就是赵苏的这个大概内容 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 好 一开始讲到当然是一定要先准备 等于是身材器具 也是要赚钱总是要投资一些工具 是这些就是投资自己 然后最贵的应该就是这个搅拌机跟烤箱这些 算是比较贵的 对那当然是搅拌机跟烤箱 就是要依照你的经济能力来做考量 不是说你今天想要创业 你就买一个很贵很贵很贵的机器来用 你也是可以慢慢慢慢先从中阶开始先购买 然后当你真的觉得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的产能有够大的时候 你的订单够多的时候 你再来投资 像烤箱倒还好 因为就算你以后不做烘焙 你煮菜的时候还是需要烤箱 可是像这个搅拌机就是 就真的要慎重考虑对不对 如果你不做烘焙的话 这个搅拌机比较少 做菜的时候比较少用到 对那刚开始初学者的话 我会先建议说 我们就是用手持电动的搅拌机 这个大概一千块以下就可以解决掉了 那像有些这个人家像面包馆 这个里面中大型的这个搅拌机 就好几万了 有 对像照片这个话 大概就要三万多 像你个人有到买到这么大吗 这要一斤的量吧 这是我现在所用的工具 哦那表示你出货量还蛮大的 所以我还有一个很大的大烤箱 了解了解 现在照片这边是比较是属于家用型的 所以你讲的那个大型的就是 双业型的白铁的那种是营业用的烤箱 是 那个就是其实这种东西就是跟你的成本有关系 你一次烤越多你的成本是越低的 哦对对对 因为你烤箱越小你烤出来东西越少 对那成本就越高 对反正一样要用电嘛 对对对 哦但是还是要考虑清楚 对是要先考虑清楚 因为你买了很大的营业用烤箱 结果又拿去网路拍卖 哈哈哈哈 对啊而且很多营业用的东西 比如说像烤箱 它电视是要另外接的 嗯对 哦要接两百二可能家用不能随便查 对对对 好那除了这个比较贵的东西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工具 呃烘焙的这个工具 是不是到烘焙材料店呃就可以一次买起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一般最常见的都是可以买 所以像你这个图室是基本上一定都要必备的 要看东西 看你现在你学到的东西是需要什么样的工具 也不是说你每一个都需要 所以就可能还是做不同的蛋糕 或需要不同的工具 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就对 差异是性 差异性其实不太大 因为你其实像这种烤盘跟烤膜啊 这种东西是它可以互通的 就是只是大小还是方的长方线还是圆的 就是这样子 嗯是还好 那我们刚介绍工具 其实工具呢 我觉得还好毕竟它就是痛一次而已 它就花一次 因为它工具也不可能用到坏嘛 用到烂这样子 所以就是食材的部分反而比较注意 因为食材如果你要便宜 你可能要买很大包 那买很大包 你这个消耗来不来得及用 会不会放到过期 是不是食材 买食材就要特别注意了 是没有错 就是食材上的挑选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每个厂牌的味道它其实不太一样 就看你你对这个你想要做产品的成本 你想要它的品质到底在哪里 因为其实像奶油 奶油也有分很多 对啊 就是有没有发酵奶油还是一般的奶油 那奶油价钱价差其实是蛮多的 嗯嗯对 所以这个买越贵的食材 是不是自然就反映在你的东西就要卖的贵 当然啦 嗯 可是价钱你也要看你的顾客群会不会接受 嗯对啊 比如说像我之前在菜市场摆摊 那边的婆婆妈妈呢 对于100块以上的东西 他们是不会淘钱出来跟你买 他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给能勾啊 为什么要卖到这么贵 他不知道差异啊 对他们不懂得那个差异 因为菜市场太多 一颗比如说很大颗的 呃那种拜拜蛋糕只要50块 他们觉得说啊他们吃那种就好 为什么要跟你买100块的 而且那是工厂大量生产 而且它的食材可能有些也不是那么安心 来源不明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 那当然是材料上一定会反映在成本上 嗯对啊 那像这些食材这么多这个粉啊 到底要怎么样注意它的保存期限 或者是说当你买回来拆开之后 我们怎么样用一些特殊的容器来保存 我都会建议说就是你一定要密封 嗯对 你或许是你是放在那个密封盒里面啊 那我会建议说如果你冰箱够大的话 尽量都是冷藏保存 那尽量可以把它提早用完就早点用完 所以冰在冰箱里是最好的一个地方 是我会比较建议啦 但是冰箱要够大 对啊 嗯因为实在太多东西要冰啊 对啊因为冰在冰箱里 它这个比较防潮嘛对不对 就会比较干燥 对你还是你还是得对密封好了 就是真的要密封好 这些东西我们哪一些是这个小强很爱爬的 这个有时候家里环境会 糖啊奶油啊对啊 所以这个都是要特别密封起来的 对啊就是尽量 因为我们是要卖给顾客的 我们对于就是环境卫生啊 然后食品保存 你一定要很留意这样子 所以这也是基本的道德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反正我家厨房你也看不到 对有些人也不可能被检查吧 所以所以他搞不好自己家里乱七八糟就做起来了 对啊 那这边也有介绍说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工具食材 那到底要怎么买才划算在里面有建议一些方式 包括用社团团购大家一起买也是一个方式 对是 那前提就是你要先去参加所谓的烘焙社团对不对 对 然后可能要去跟着大家一起学一点这个基本常识 对你要其实你要会挑东西 不要看到便宜就买 你要先确定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你要的 因为像面粉来讲好了 有面粉大概就是一斤可能二三十块 又一斤可能像日本日本面粉就是打薄好几好几倍这样子 嗯嗯就是看你的需求啦 那介绍完食材怎么买之外 另外再来就是到底执照重不重要 因为像烘焙或者是饼干好像都有专业的一个执照 那是不是真的要考一个基本的这种饼级执照呢 我觉得考执照是看个人 因为其实现在你在贩售商品 政府他其实是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执照的 可是我觉得考执照这种东西呢 是给你自己一个挑战 就看你你想不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而已 那介绍完基本的这个食材 其实在书里面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做法 对不对 里面你总共收入了多少种的一个这个做法 总共25道食谱 那我们是从简单到哪的都有 就是从最简单都是饼干 然后一些常温类的甜点之类的 然后之后会有比较 有三道食谱是做慕食的 慕食它是比较复杂的 可是我相信就是书里面都讲解的都非常的清楚 那应该是不会太难操作 那你有配合拍影片吗 拍影片有 有些上面有那个QR Code上面都会有影片 所以这个如果你看到QR Code 你就直接扫就可以连接到这个制作影片就对 对对对对 所以这样子其实真的要学什么做法 已经不是难度太高了 因为其实YouTube也蛮多这种教学影片 所以重点就是到底你要怎么样来自我经营 然后到底是可长可短 你到底要做多长 那你到底你的顾客群到底在哪里 对然后其实有时候你做10个跟100个 那个其实状况整个流程又不太一样 就是你要做量产的东西 你要考虑到更多东西 所以量产难度更高 你要先想说比如说我今天做个结婚礼盒好了 那我们结婚的礼盒 喜饼里面不是就会有很多 比如说有些是蛋糕类啊 饼干类的啊 那你就要考虑到说 它的保存息限的问题 对啊 而且万一你这个技术还没有到那么熟练 你做坏一个跟做坏100个 那个心血 所以你就是你要先练自己的基本功 然后先搞清楚食材 然后就是你要了解说 你今天做这样产品的 你应该怎么样去安排你的制程 然后你的前制作业应该要怎么做 你之后在生产量产的时候 你才会比较顺利 好那里面有25道食物 我们稍后再来为听众朋友介绍 我们先来跳到最后面有个最重要的 到底怎么样来学会算成本利润以及售价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里面其实这个图示写得非常清楚 但是还是请老师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刚开始呢 你要先了解说 你今天去烘焙材料店买的价钱 对那有时候材料店他会做活动吗 或者是厂商他会做活动吗 比如说我今天买一送一 还是买什么打九折 这个你都对你的成本 其实都有一定的影响能力 所以你其实我是建议大家说 都要先就是自己要先记录 对然后厂牌也有关系 比如说奶油就分好几个牌子嘛 那你就知道说 哪一个某某牌是多少钱 某某牌是多少钱 然后可能这一天他有在做打折 那你就看你要不要 你喜不喜欢这个牌子 你就可以去购买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就记录品牌跟这个重量 然后以及他的金钱 然后去算出我每功课 到底多少钱来算出这个成本 那当然这个价钱是浮动的啦 你不可能说你一年前买的价钱 跟今年价钱是一样 因为其实像奶油的话 几乎都是大节日他都会涨价 比如说中秋节 就是过年的期间 就是送礼的大日的时候 很多都会涨价 所以他也是为了配合市场需求 如果当大家都在做的时候 这东西自然就贵就对 对 其实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样变成你还要 囤一定的这个东西 囤一定的食材 可是也要看你的量 有没有到那边 如果你的 你做的量 你没有到那边 你囤那些食材 它是会过期的 尤其像那种鲜奶油 它的保存期限 其实才几个月而已 你要是知道说 你用的 用不用的完 你用不完你就不要买 不然你那个放的过期 你也是丢掉啦 嗯 不是变成黑心食品 这就是要看个人 个人的道德 对 好 那其实除了算这个食材 基本的这个每公克的成本之外 另外这个 哇 水电费 因为你一定 大部分都是在家自己做 对 所以这个 基本的水电费 还是要算进去 然后再刚刚我们在一开始有提到这个 很多人是忘记算自己的工资 自己的时间也是有成本的 是 那你现在抓你一小时的工资 大概抓多少 我现在就是依照我们就是 劳动部 现在是最低是140 那我们就是 以用书的范例来讲 我们就是一个小时 就是最低140来计算 这样子 对 那如果做两个小时 你的成本就280 是你的基本工时就对 是 那你这要包含就是 比如说你在后面的打扫啊 然后跟包含前面的前置作业 你这个都要 都要计算进去 所以等于你去买食材 也算你的工时 对啊 不是只有做蛋糕 甚至说你去寄货也算啊 对啊 你包装的时间你也要算啊 所以这么累 这个到底好处在哪里 这个好处是不是只有 就是时间比较自由 然后能够一直做一些 很好吃的店 很有成就感 对 也是要自己有兴趣 如果你没有兴趣 你做这个 这会蛮痛苦 因为说实在的做烘焙 它包含前面的秤重啊 然后跟后面打扫 它其实都是蛮 耗体力的工作 然后甚至你要长时间站立 你要先讲一下这个 如果不马上打扫会有什么后果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可能 像这个碗啊 如果吃完它就丢在水槽里 等下次要用它才拿出来洗 那你就是蟑螂老鼠都会来啦 对啊 而且会更不好洗啊 就是卡那个购卡越久 卡购啊 越来越来越 是啊 是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算 还有什么成本 啊 对利润到底要抓多少 是都抓三成吗 对啊 我们就是用最低的那个保守估计 我们就是这样子算 那当然你要往上加也可以 可是你要是要看 大家对于这个价钱的接受度 所以重点是人家又能够买单啊 如果大家不买单的话 是是是 你抓一成也没有也没有用 对不对 是是是是 好那除了当你会抓食材 会做法 会的这个计算成本 当然这个产品的自我宣传也非常重要 在里面有提供一些 哇 你自己也是类似用这样的一个拍照模式吗 就是还要设计一个平台 那个把你的作品拍的漂漂亮 对啊 都要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都是走网路行销嘛 那网路行销第一个顾客看到的时候 是什么 就是你的照片嘛 对 你拍的看起来不好吃 你的顾客就不会想要跟你买 那你把这个产品呢 拍的很漂亮 让人家想要跟你购买 那你就成功了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技巧 就是稍微布置一下就好了 不要说觉得说 反正我东西就是好吃 好吃你就会来买 其实在这个现实社会上并不是好吃 人家就一定要买 对 因为现在竞争的人太多了 对 他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买 你好在哪里 然后讲讲你这个 从以前摆摊 这个到最后现在经过几年的一个世界 其实我会 为什么会摆摊 就是其实因为我们家 就是有宠物生病嘛 那讲难听就是需要大量的现金 然后大量的医疗费 所以才会想说 那我用我的专场 我来多赚一点 一些费用 然后来支付这样子 我相信很多 很多妈妈 为什么会想要 用这个甜点来卖钱 也是因为一些就是想赚连奶粉钱 对啊 那摆摊 那时候是硬逼自己去摆的啦 其实我还蛮害怕面对人群 对很多人会做 他并不一定会讲 对 还要介绍 对对对对 那其实刚开始我们摆摊 我是就是我是负责制作的 那我妹妹她会 就是比较会讲话 那她就是负责去行销的 所以你们两个合作就对 对对对 我们是两个人合作 那我就是负责做 比如说我们都会讨论说 今天哪个东西卖的比较好 还是今天哪个东西卖的比较不好 或者是今天客人的反应是什么样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在摆摊的时候 我们就会适时的做调整 就是要换内容就对 对要换内容 然后甚至换包装也都有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网路这个部门 网路是原本刚开始行销都有 那是之后才跑出去摆摊的 一开始先在网路上 对对对 那网路上有时候就是会销售比较慢一点 对对对 那当然是你在实体上摊位你在摆 很多网路上的人 他也会看到说 你有在摆摊 那我跟你买买看 他其实是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对大家都会好奇 就说你有去外面摆摊 那一定是你的东西不错 所以我来跟你买买看 这样子 那你在制作的时候 你也会有两个方面的订单进来 你会比较好制作 不用说我今天只能做一课 明天又有另外一个客人跟我订另外一个 对我们就是可以把订单全部集合在一起 然后统一制作这样子 因为就是有人如果看了你的动态 对你的东西有兴趣 那他如果又能够到现场去看看 或甚至试吃的话 他会更有信心跟你买 对对对对 因为人生很少这个看到照片很漂亮 就是花好几百块跟你订这样子 对其实是很少 其实说你就是要讲白一点 就是要养客人 你要跟你的客人搬干净 他们信任你喜欢你他才会跟你买东西 现在其实都算得很精啦 对啊 而且主要是卖的人可能也太多了 对而且他们大部分 他们会挑比较知名的厂牌来购买这样子 所以个人这个缺点就是你 在一开始你没有品牌 所以大家会对你比较不信任 对对对对对 你的品牌就是要 我会建议大家说 大家想要创业 做用烘焙创业是可以 只是你要先做心灵准备 刚开始一定是不会是这么的顺利 你一定要花时间 然后不要灰心 所以你从以前做到现在几年的一个时间 从摆摊到现在嘛 摆摊就是差不多三年多这样子 那算时间也没有很长 没有没有很长啊 已经很厉害能够出 已经出了两本书了 这样子学烘焙才五年多一样 所以等于是全职都在做 没有我算是兼职 兼职啊对那为什么还有时间 然后还写书这样 哇太遗憾了 就是时间很紧绷啊 我是平常是我在就是公司上班这样子 那这些就是利用我的晚上时间 或者是休假时间来制作 就是反正接到单再开始做就好 不像这个店面的话 你就每天一定要做一定的量摆上去就对 是是是这样没有错 所以好处就比较弹性了 对对对就像大家妈妈在家里 比如说今天小朋友可能比较哭闹啊 那我们就先照顾小朋友那有时间的时候 我们再接订单这样子 而且你也是可以很谈性速说 我今天只有做什么 然后什么时候可以教 可以先这样跟客人沟通这样子 好那简单介绍完这个一些创业的一些梅杠 那接下来当然东西好吃一定很重要 你不好吃什么都白坦 那是不是就来帮我们介绍里面 你再提供一些比较特别 或者是比较简单容易入门的一个 有哪一些 刚开始呢我会先如果是烘焙出手啦 那我会先建议先做饼干类的 饼干为什么比较容易 饼干其实它就是拌一拌 它就可以烤了 烤不坏就对 对它比较不太需要技巧啦 然后甚至你要跟小朋友一起玩也是可以啊 小朋友可以跟你一起 享受亲子烘焙时间这样子 它可以帮忙打点蛋啊 或者是加点粉这样子 对对对对然后拌一拌 它其实失败率不会那么高 那其实这种东西就算你做的不好看 可是口味好吃大家都是可以接受 而且它只有烤稍微焦一点 或者比较不焦这样的差别而已 它不会失败对不对 它不太会失败 你知道就是你材料都称对的话 嗯除非你看错多看一个 味道才会差很多 对对对对对 那我就是饼干类的话 我这次饼干类我有比较特别 就是45页有个金沙曲奇 那我是用咸蛋黄 所以吃起来比较特别吗 为什么用咸蛋黄 就是咸咸香香 吃起来像那种中秋月饼的那种 的那个蛋黄酥的那味道 是是是 对就是有甜的有咸的 这样子大家在口味上才不会觉得说 怎么腻 那蛋糕的话好像就是要配合一些模子 对不对 这样子挤上去那个图形才会比较好看 这样蛋糕模具的话 其实就是也可以依照你家里有什么 就用什么 现成的就对 对对对 其实你不用说一定要跟我的一模一样 而且我在书里面也有教你们说 要怎么去换算说你的那个蛋糕烤模 就是几倍啊 是他的几倍 这样子就是大概是105页 如何换算烤模 这边都有写得很清楚 就是如果烤模不一样的话 你要自己会换算 对对对 都可以制作 不要说就是一定要跟我的一模一样 就是家里有什么就用什么 对啊 就是只要你算得出来 它的那个体积的话 而且甚至你可以依照你想要的包装去制作你的成品 那我们另外还要请你介绍那个 现场有带来给我试吃的 这个是柚花马德莲 72页 我们来介绍柚花马德莲 刚刚吃起来呢 有特殊的这个 有点柚子香味 对不对 其实它 我直接闻那个柚子花的味道 它是一个很清香的 可是当你烤过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那种是 有点带那种花的那种蜂蜜味 又会不一样 它是烤前烤 味道不太一样 不一样 对那就是比较特别 其实柚子花 如果大家不好买的话 其实也可以试试看用那个桂花 桂花也有现成的 桂花是好像是大家比较可以取得的吧 现在好像是桂花有开 柚子花等到明年嘛 是是是 对 然后在书里面呢 其实有这个详细的一个做法 那吃起来呢 其实还蛮好吃的 我觉得刚刚这个吃起来 这个柚花马德莲这样 而且像这款马德莲 它其实就是柚子花是比较不容易取得 可是它整个做法是非常非常简单 这个也是适合就是跟小朋友一起操作 因为这个也是只要拌一拌 它就可以烘烤了 那像你这个柚子花的这个模具 就是有现成各式各样的一个模具 对 对有 就是看挑你喜欢的 对对对 它有很多图案 也有新型的啊 有那个栗子形状的啊 还是有另外一种是比较不一样的贝壳 然后还有柠檬形状的 其实都可以制作 所以像你这样常常在做 是模具就越买越多 是啊 是是是 就每次可以换不同的心情就对 对 好那现场呢 其实还有这个带来这个 舒芙蕾起司蛋糕 来帮我们介绍 所以上面那一层焦焦的地方是什么 帕马森起司 对然后我蛋糕体的话 就是总共用了 蛋糕体本身是只用了三种 那我最下面呢 有那个块状耐烤的起司丁 所以总共是四种起司 所以吃起来这种四个层次 对对对对对 那耐烤起司 它是你烘烤的时候 它不会融化 它就是块状 可是它的起司味 它是比较浓郁的 跟蛋糕体的味道又不太一样 所以耐烤的意思 就是让它不要烤融 然后直接可以当做口感这样咬 对对对 像我们很多那个外面面包店 不是有卖那种起司面包吗 里面的起司块就是这个 好那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 这个小吃烘焙创业的第一本说 温迪老师这个所写 然后朱学文化所出版 最后老师来帮我们总结一下 你过去有没有教过学生 这个从一开始初学到创业的 其实我平常是在 只要有人问的话 其实我都会跟他们讲 那可是大家问的问题都不太一样 对啊 然后每个人碰到的状况也不太一样 那我希望借由这本书呢 当做大家的第一本参考书 那希望有帮助到每一位人这样子 那我真的很希望说 我虽然是提供25道产品食谱给你们 可是我希望你们可以借由这25道 开发你们自己所属于你们自己的东西 甚至拿我的食谱下去更改 变成你喜欢的口味都没有关系 就是每个人都要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这样才会有市场的竞争力 所以像一般你的顾客对你的这个风格 或对你的印象是哪方面 对啊 因为你总有一些你独特的一个感觉 大家会想要买你的东西吧 是特别好吃还是特别健康 特别养生还是特别扎实 大家应该都会知道说 我东西都是用好的 我不会去省材料的钱 那我也是觉得说 就是大家喜欢的话 我就会尽量再开发一些新的产品给大家 就真材实料就对了 所以你的定价也是很实在 绝对不会暴利或者是赔钱 其实我会看市场一般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产品 我会其实我会先调查一下 市场一般的接受度 我甚至会看说类似同品项的 大家卖的是什么价钱 我大概就是会正式这个价钱 我不会去太高或者是太低 那像你这个接单到一个程度 你现在还需要所谓的自我进修吗 还需要跟同业交流吗 需要啊 我觉得进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你可以去学到很多其他不同老师的手法 然后你可以学到一些新知识 我觉得进修其实 如果你的经济能力允许的话 我都会建议大家可以去进修 所以还是要随时再去上课就对 不是只有一些做生意 上课啊 或者是你可以买书自己回来研读都可以啊 好今天推荐这本书给听众朋友 小资烘焙创业的第一本书 温迪老师 然后朱雀文化所出版 好谢谢我们的老师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